好 時間來到8點25分 要帶你來關心天氣了 來看看台灣天氣相對穩定 因為現在是高壓籠罩的時候 但其實海面上有一個熱地壓生成了 不要告訴您這位置 距離台灣不止遠 而且位置還偏北 所以即便未來怎麼移動 對於台灣來講 基本上都是毫無影響 更何況它接著會來一個往北的大迴轉 所以台灣民眾無需過度擔心 但的確不排除下週 海面的熱地壓是蠢蠢欲動 而接下來來關心一下台灣附近的降雨情況 原則上還是因為午後熱對流關係 所以雨下的比較多 所以來看看在下雨之前 其實溫度是蠻高的 下雨台北市現在來說 已經飆到將近30度了 很快等一下就會過30度 基本上現在溫度在28、9度的時間 非常短暫 一天大概只有6到7個小時 所以全天後都是高溫炎熱 出門在外更要防曬補水 昨天高溫在花蓮是37.4度 而至於新北板橋是34.4度 雖然說天氣炎熱 但比起過往的盛夏 今年的夏天其實極端高溫比較不明顯 另外來看到就是降雨情況了 因為高壓已經開始減弱了 所以說實話 台灣本土的劇烈降雨開始明顯 你們看到昨天的午後熱對流下的範圍蠻廣的 中南部地區山區地區都下的蠻多的 雨最多的地方就在台南 已經將近了100毫米 而事實上嘉義啊高雄啊甚至是屏東 也同樣都有這樣子驚人的雨勢 這樣的短時強降雨這兩天還是會持續出現 只要高壓不明顯 午後熱對流都會下的比較劇烈一些 另外來看到是今天的定量降雨圖跟溫度圖 可以看到今天還是預報午後熱對流範圍蠻廣的 原則上山區市區都有可能發生 而實際上的溫度表現高溫大概就在33到34度 主要就是因為雲量比較多 所以其實也稍稍的遮掩了暑氣 台灣目前位處在高壓邊緣 午後雨區會比較擴大 出門在外要記得防曬補水 而另外南台灣最近還是有些地震 所以大家得格外留心 而最後就來關心的是有線開始討論 下個禮拜會不會有颱風 我們要告訴您 其實海面上的確在下週會有一些蠢蠢欲動的趨勢 但是以歐洲模式來說 昨天還認為會有颱風 今天看起來就煙消雨散 而據美國還是認為會有這樣的系統來影響 而位置就在台灣的東方海域 但說真的相隔一天有變化 歐美兩國的看法也不一樣 所以大家現在只需要關心就好 但不用自己嚇自己 下週的行程等到氣象預報 再近一點再帶大家來關心跟調整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